此人差点统一中国,曾占无不胜,后被农民用锄头砸死。 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聊一个明末清初的大人物,此人出手在陕西的李家站,小时候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,生活的苦难磨练了他,长大后,他曾指挥十万大军打得崇祯不敢说话,说到这里,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吧。 你对于此人差点统一中国,曾占无不胜,后被农民用锄头砸死。有什么看法?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。 在这之前,记得点击我的订阅按钮。可让你在第一时间获取我的最新影片。 他的名字叫做李自成,外号是闯王,李自成的童年生活非常凄苦,13岁那年,他的父母就被饿死了,在邻居的帮助下,他荡了驿站的小卒子,然而他工作有些茅草,所以被辞退了。 都说服无双制或不担行,李自成被辞退之后,又遇现了两件事情,第一件事情是他借了一个人的钱还不起,还被此人告上了官府,李自成被放出来之后怀恨在心,把那个人给杀了,刚杀完人回家后,李自成才发现,自己的妻子跟邻居正在访中行苟且之事,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,把这两个人也给杀了。 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,李自成背井离乡,此时明朝已经日暮西山,到处都是农民起义,李自成也参加了几个农民起义的组织,基金辗转之下,他来到了自己舅舅高盈祥麾下,原本高盈祥才是闯王,而在高盈祥死后,李自成就成为了新的闯王。 李自成一开始提出军田免赴才得到了起义军的拥护,然而在他自己拥有了权利之后,他却根本就不落实这件事情,于是导致很多农民对他怀恨于心,在起义军战败之后,李自成被一个农民用锄头给撒死了。 其实这也跟大多数的农民起义军一样,在一开始他们是打住解放所有人的口号建立的军队,然而由于缺乏知识与管理手段,所以在军队越来越大之后,他们又成为了新的压迫者与统治阶级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感谢你的收看。欢迎下方评论留言。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。谢谢。 下部影片预告。三国谋士系列之35,诸葛亮虽获大胜,却暴露出致命缺陷。